那么大家一定知道就是短短的数十年间 中国从一个确实一穷二白的国家 逾越成为根据购买力评价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形成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 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 我们还基本做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 虽然这个水平有高有低 称词不起 但至少美国今天还做不到 应该说我们在人类历史上 以最短的时间实现了最多数人的扶植的最大化 所以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那么这种崛起呢 具有我叫多重的全球的意义 首先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一个超大型的国家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和平崛起 过去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 实际上就是一部动荡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 那么有学者统计从1500年到1799年 就欧洲主要大国崛起的时候 几乎欧洲所有的主要大国都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 西班牙是81%的时间卷入 英国是53%的时间 法国是52%的时间卷入 那么这些战争造成了无数的森林涂炭 而中国人民硬是通过自己的勤劳 智慧 奋斗乃至牺牲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文所未文的和平崛起 而且成了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今天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超过美国与欧盟之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 就是中国崛起是一个我叫做 极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 大家知道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但是过去数十年 实际上是中国发奋补课的四十年 我们大致上是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 我们以这样的速度一路追赶过来 那么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十来年 我们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可以说完成了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从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的初的十来年 我们大致完成了以电力 内燃机 家用电器 石化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那么随之呢 几乎是马不停蹄的 直接进入了以信息化和通讯产业 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应该说开始我们是在追赶 但很快就开始逆袭 现在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 其标志就是中国移动通讯的飞速发展 从二级没有我们的标准 到三级开启我们的标准 到四级形成四级标准 到五级中国走在世界的最前沿 这个变化很能说明问题 那么今天整个世界正在经历 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折期 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 量子通讯 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将极大的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营方式 应该讲 今天世界上只有中国和美国 属于这场新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欧洲由于种种原因 特别是没有足够的大数据 它大数据都在美国人手里 恐怕只能放在第二方阵 那么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这种经历 及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这种经历 也是一种非常精彩的生命体验 在座的可能比较年轻 但你们的这个父母 实际上都完整地经历了 我们叫从农业文明 到工业文明 到信息文明的社会 这是应该说 绝大多数中国人 他们的国外的同龄人 所没有经历过的 那么第三点就是 中国和平崛起 突破了长期以来困扰 发展中国家的 学术界叫做 外围中心依附体系 就是说 在这样种依附体系下 西方国家处于中心 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 中心国家 也就是西方国家 通过对外围国家的超级剥削 而赚得盆满钵满 而外围国家 发展中国家 长期注意贫穷落后的状况 发展不起来 那么这种依附体系 又被很多学者称之为 叫外围供养中心的一种体系 但中国的和平崛起 成功突破了这个格局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 外围中心之外的 单独的一起 那么在这个格局中 中国既是外围国家 发展中国家 最大的贸易投资技术伙伴 同时中国也是中心国家 西方国家的 最大的贸易投资技术伙伴 这种格局 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实际上这种改变已经开始 那么正于中国的崛起 有以上这三个特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理 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 我们极有可能实质性地引导 现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有利于世界绝大收入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有利于人类命运 共同性建设的方向发展 那么回向过去 中国这种崛起 这种突破 是来之不易的 中国是下了一盘险棋 而且最后胜出了 我们知道 中国绝结和突破的大背景 使中国大胆地融入了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没有失去自我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当时 这个中国国门刚刚打开 中国西方国家的差距 与周边国家的差距 一下子展现在国人面前 很多国人失去了 道路执行 制度执行 那么西方话语创造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休息里的陷阱 塔西托陷阱 等等等等 其实我个人 大部分都是忽悠这个世界 真的陷阱 实际上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我叫做市场原教制主义 就是认为 只要采用市场经济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 一个是民主原教制主义 认为只要采用西方民主模式 什么政治问题都可以解决 那我们都是过来人 当时我们不少国人 实际上也被西方这种话语忽悠的 坦率讲 如果没有当初像邓小平 这样老一代的革命家的掌舵和坚持 中国因为开放而导致整个国家翻船 都完全是可能的 你看最近中美贸易摩擦 或者叫中美贸易战 一下子我们就看到有这么多的投降派 亏得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否则也可能要出问题的 那么大家知道这么多年来 全球化一直是西方推动的 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它不仅是经济全球化 而且是政治全球化 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化 自由化 私有化 民主化 背后是西方要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 要把整个的外围国家的地位永久化 他们也是想把当时的苏联 就收回去阵营板块 和中国也要降到衣服体系中的附庸的地位 西方在苏联 在社会阵营方面 他们成功了 是这个阵营这个板块降到了衣服地位 而在中国没有成功 但这个风险上我们都经历过 我记得邓小平说过这么一段影响深远的话 他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 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 旗帜要鲜明 他说 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 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是一个附庸国 而且就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我想邓小平的这种外围中心格局看得很清楚 他接下来说这么一段话 他说现在这个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 打进去都很不容易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所以邓小平非常明确 他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 而非政治全球化 而且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个历史大事 中国应该顺势而为 但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 不仅是不放弃 而且要利用社会主义的优势 来驾驭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最终超越资本主义 而中国领导一直认为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处理得好 给人民带来福祉 处理得不好 带来灾难 这只中断中国合并发展的进程 所以中国在整个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战略 可以说走了一盘跌宕起伏的险棋 中国明确把全球化定义为经济全球化 而非政治全球化 而且积极主动的趋利避害的拥抱了经济全球化 我把中国采取的方法称之为 我叫嵌入式的合作共银模式 而对条件不那么成熟的中国的资本市场 中国就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起 那么这是一个大家知道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 一种制度安排 通过这种嵌入式的合作共银模式 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 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交叉和融合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产业链中 不可互缺的最关键的部分 这就减少了大国军事对抗的风险 促进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 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恐怕不得不做出调整 最终还是要接受合作共银为特征的一种新型的全球化 那么去年美国对中国发动了所谓的贸易战 但我本人和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团队 一直是这个观点 没有变过 就是中美双方都会受到损失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 本质上是想阻止中国崛起 甚至希望把中国打入外围板块 成为美国的附庸 但这种企图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 我自己经常用三个成语来概括自己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看法 第一个成语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的消费市场折算成美元已经接近六万亿了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就更大 换言之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 任何一个国家要与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打贸易战 是不可能胜出的 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大豆芯片飞机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 美国哪里还能找到14亿人的这样的 它的大豆飞机芯片的市场 不可能的 汤普打贸易战 想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 但一年已经过去了 美国的赤字还在增加 现在这些它要增加的税 几乎都是由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公司买单的 我们知道 这个刚才提到 就美国打贸易战的本质是要阻止中国的发展 美国对华为公司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围剿 说明了这一点 但我看华为公司很淡定 芯片已经有了备胎 我记得这个华为旗下的海事公司早就开始研发 而且在互联网上传了海事总裁的一封信 他说我们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接着谷歌又宣布 终止华为更新安卓系统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这将使华为瘫痪 但华为还是很淡定 我们也有了应对方案 华为操作系统七年前就开始了研发了 因为美国人他有一点没有搞懂 始终没有搞懂 就是你越是对中国封锁和打压 中国人就越是憋着劲要超越你 我们很多产业都有这个说法 美国封锁什么 我们就能生产什么 而且质量往往更好 那么连续这么多年 全世界每年30%以上的增长来自中国 要是美国的企业 由于这个贸易战全面开打 而退出中国市场 那么这些企业应该知道 它将退出全球财富500强的名单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如果真的执行美国政府的指示 像华为等中国公司断供的话 我想这些美国高科技公司 很快就会走向大规模的财源 乃至破产 所以我讲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 我更认为美国领导人的知识结构 这个严重老化了 真应该向中国学习 我们各个级别的领导都有干部学习制度 上次政治局 下次县委书记 都有这样的制度 我觉得这个很好 美国领导的知识结构 还是产品经济时代 比方过去 它跟日本打贸易战 日本生产的汽车出口到美国 美国生产汽车竞争不过 所以要打贸易战 它没有产业经济的概念 没有产业链经济的概念 没有全球化的概念 那么产业链经济意味着 任何一个产品 比方说苹果手机 它的零部件来自于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在中国组装 所以你增加关税 大家都受损失 这是典型的叫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 甚至自损一千五的游戏 所以美国愿意玩 我们也只能奉陪到底 那么美国今天 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这个以我自己 对美国市场的了解 可以说是无所不保 小到螺丝钉 螺帽 到烤面包机 中到汽车 轮胎 到自行车 大到集装箱 重型起重机 中药到稀土 到抗生素 几乎都是靠中国生产的 坦率说 如果中美贸易全面开战的话 美国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 美国企业的日子怎么过 所以你看 它听证会搞来搞去 只要一搞表决 95%的美国企业 都反对打这个贸易战 正在这个意义上 我真的不知道 美国发起这个贸易战 将怎么收场 我这话不是现在讲 一年前就说过了 那么中美贸易中 实际上中国一直想买 美国的高科技产品 但美国不卖 所以我们只能买它的大豆 现在倒好 它主动要打贸易战 那我们只能奉陪到底 确实是拿大豆开刀的 我们就转向俄罗斯 转向其他国家 买他们的大豆 何乐而不为 但对于美国大豆农场主来说 他们将永远失去 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 最完整的市场 但这美国自己的选择 叫自作自售 现在我看到的数据 2018年 美国农民的收入 净收入 已经同比下降了16% 跌至了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的水平 所以美国农民是叫苦连天的 我们刚才讲过了 你一搞听证会 美国95%的企业都反对打贸易战 因为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你就要看一下那个单子 要么中国是唯一的供应商 要么是最大的最好的供应商 所以如果加税 最后只是惩罚美国自己的消费者 和美国的进口公司 但美国领导人还是一意孤行 硬着头皮要打 想吓唬住中国人 那么对华为的围交也是 他先宣布紧急状态 坦率说一个中国民营公司 能够是美国总统宣布 全国的紧急状态 已经很令人感叹万千了 然后又接着又发布禁令 但突然又宣布 说这个禁令要延缓90天 我看到电视采访 华为的老总任正非 任正非面带微笑 说我们不需要这个90天 We are ready 其实美国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那么坦率说90天之后 他还准备不好 背后暴露出的是 这个决策水平之低 我们做政治学研究 很关注决策的过程 和决策水平 这个过程之粗糙 决策水平之低 我叫令人汗颜 就这么一种决策水平 怎么好意思出来跟我们打仗 第三 得到多足十道寡足 美国采用如此粗暴的手段 四面出击 对外国产品恒征关税 还动用国家力量 围剿和打压中国一家民营企业 把公平贸易的原则 把自由竞争的原则 通通泡到九霄云外 坦率说 很多美国自己的盟友 都看不下去了 那不久前 英国金融时报 一位专栏作家 马丁沃夫 我跟他也蛮熟悉的 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他说 一般情况下 作为盟国 欧洲是应该站在美国一边的 但特朗普总统 现在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流氓超级大户 我觉得这概念非常准确 就是美国可以为一己私利 要毁掉二次大战以后形成的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马丁沃夫的话 这对包括欧洲在内的 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 坦率说 美国国内现在是冤身载道 我几乎没有听到有个公司 可能有很少 说我公开支持跟中国打贸易战 很多公司 最新我看到的耐克 等173家大公司 联名写信给特朗普总统 要是他改变打贸易战的主意 那么比这种损失更大的 实际上是美国的信誉 以后还谁敢信任美国 谁敢信任美国公司 今天谷歌公司为美国政府 服务马首实战 以后只要有可能 谁都会想摆脱对谷歌的依赖 今天美国把美元 还有美元的支付手段 都武器化 变成武器了 weaponized 这必然加速整个世界 摆脱美元的进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个人认为 今天中国打赢这场贸易战 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美关系 它可能是改变世界 未来格局的大事情 美国人 很多人对此看得比较清楚 而我们自己一些人 还没有看清楚 我们本来是不想打的 但把中国逼上良善 但我个人觉得 既来自责安自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变成大好事 贸易战是你发动的 但下一步如何发展 怎么个打法 什么时候结束 如何结束 我个人认为 可能将越来越 由不得美国了 中国人可能会 越来越掌握主动权 我觉得一定要 达到美国最终认识到 发动这场贸易战 是如此的愚蠢和荒谬 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这种 集四次工业革命 为一体的崛起 中国这种和平的突破 外围总平的依附体系 这一切已经深刻改变了这个世界 而且将继续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我们看到外围国家 发展中国家 靠拢中国 去中心化 已经成为一种难以阻挡的大势 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断抹黑中国 抹黑一带一路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真的害怕自己被外围国家边缘化 那么现在我觉得 外围国家也越来越敢于主持正义 站出来为中国说话 因为他们从与中国的合作中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他们逐步看清楚了 谁是真心帮助他们的朋友 他们也看到究竟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才能使自己真正实现现现代化 最近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 就严厉批评了美国对华为公司的围剿 他说华为公司的研发力量 远远超过整个马来西亚的研究力量 所以我们尽可能利用华为的技术 他还说华为在技术上比美国领先很多 我们必须承认 美国不可能永远是那个拥有世界 最先进科技的超级大国 如果别国领先了 他们就 美国就是要下禁令 就要派军舰 他说这不叫竞争 这是威胁 那么与此同时 中国与中心国家 与西方国家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在过去数十年里 也在迅猛的发展 我们看到随着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在欧美的抬头 这种关系的发展势头有所放缓 甚至现在出现了中美贸易摩擦 但我们还是要看到 欧盟今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某种一样也是技术转让的主要的来源国 当然我们是花钱买的 那么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同时也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那么我觉得 中国集四次工业革命 为一体的和平崛起 特别是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这给很多西方国家带来了震撼 尽管美国一些极右势力 希望所谓叫美国与中国经济上完全脱钩 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 中国生产的多数产品 是美国经济和百姓生活中难以替代的产品 虽然中国与中心国家 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有不少摩擦 但中国本身的市场巨大 中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可以提供四次工业革命的各种产品 而且中国奋行的是合作共银的方针 这一切我想将使美国企图 联合西方遏制中国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 那么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中国今天 上处于一个非常特殊而有利的地位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或者这样一种状况 就是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购买力评价 是一个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 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强大的指战能力的国家 而不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好战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真正主张大小国家 一律平等的国家 而不是以大欺小的国家 是一个真正推动合作共银的国家 而不是那种极端自私以零为客的国家 我想中国这样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能够发现 而且实质性的推动世界各国利益的会合 实质性的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 而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和平与发展内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可以在世界上发挥榜样的作用和引领的作用 对中国年轻一代也是一样 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 就是确实你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叫海阔疲于天高任鸟飞的伟大时代 应该讲这是一个呼唤产出世界一流的政治家 科学家 工程师 企业家 学者 外交家 军事家的伟大时代 又呼唤中国自己的牛顿 爱因斯坦 达芬奇的时代 我相信整个中国 整个世界 都是你们未来施展才华的舞台 祝愿大家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 努力奋斗 祝愿你们心想事成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 谢谢 张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经济学院的本科生杨雅文 是这样的 最近同学们在探讨关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 他们认为 就像当年中国入市一样 这是一种挑战 但同时呢 也是倒逼中国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的一种机遇 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您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存在正面影响吗 谢谢 实际上是这样的 这个讲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一定道理就是 有些地方我们一直在改革 而且希望加大改革力度 比方说知识产权保护 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是 你美国没有这个贸易战 我们也会推进的 因为我们自己意识到了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人自己 对我们的科学家 企业家 作者多么的重要 所以它是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 那么这个是就是等于同意你刚才讲的这个逻辑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又不太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美国这次提出的要求 它一个相当不一要求 它叫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这是一种傲慢你知道吗 张老师好 我是国务学院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我想和您探讨的一个问题是 前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一个高级官员斯金纳 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上 把中国称为非白人世界的大国竞争者 我想请教的是 为什么美国的官员会在这个时间节点 又重新提这种非常具有文明冲突色彩的论调 而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 又应当如何去看待这种观点呢 谢谢张老师 好 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如果你真的对美国比较了解的话 你会发觉就是特朗普上台 是美国极右派非常欢迎的 你只要看一个数据 就是过去一年中 他们叫仇恨犯罪 就是往往极右派的特点 不同的种族 他就觉得你跟他们是不一样 他们可以歧视你 甚至可以打你 可以欺负你 这种仇恨犯罪 去年一年2018年好像是上升了17% 背后就是他们这个极右的 这个包括种族主义者 他们觉得就是 怎么说 就是我个人认为 好像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否则可能他们的时代就过去了 你记得这个亨廷顿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 Who are we 我们是谁 他就讲就是美国这个种族人口在发展以后 这个非白人的甚至要占到超过多数 所以他们就担心会失去这个对美国的主导权 你千万不要忘记啊 美国的排华法案 就当初我们这个华工啊 去美国建这个铁路 之后呢 美国这个种族主义叫黄霍论嘛 兴起 然后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 这个法案是到抗战的时候 到1943年 就中美成为盟国了 共同打击日本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把这个法案废除掉 而正是对华人道歉 是到2012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这个要翻过这案子是很不容易的 背后就是一种种原因 你看现在出现了对华人 包括华人学者的这个歧视 现在有人说一种新的麦卡锡主义 但我觉得也不用害怕 像我早就说过了 因为美国的国家是最承认实力的 如果不能打败你 我加入你 所以这个我就一定要经过这个交锋之后 在一个更好的平台上交流